即将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MTC对阵到武汉一大Pro 哈喽大家好我是零二 大家好我是零二 大家好我是北京一波神人 看2023KPL春季赛上 哔哩哔哔哔五十五直播间 一动端观看直播参与弹幕投票 为你支持的战队加油 2023春季赛战令现已全新上线 前往游戏内王者赢地快手或斗鱼 参与赛事战令鲁班七号头号选手星园部件 2023春季赛事战令专属 灰尘货报头像框等你来拿 那这场比赛呢也是咱们三组的比赛啊 这两支队伍的话 MTC是本赛季的第二场比赛 他上一场是被北京微博零封了 而武汉一大Pro他也是本赛季的第二场比赛 但他上一场呢是三比一战胜了北京微博 所以的话现在一方是刚刚收获了开门红的武汉一大Pro嘛 另外一方是MTC他们其实现在还在去找到赛场的一个节奏 还没有说去找到一个特别好支撑的方法吧 对就是实际上对于武汉一大Pro他们那场三比一 战胜了微博 但是前中期的问题暴露是比较大的 然后确实非常有经验 而且手法非常好 在中期的几波的团战 包括他们处理逆风的能力 让他们通过团战抓住了北京微博的调点 然后把比赛基本上就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了 特别明显 而对于MTC来说的话 其实像在挑背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小九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 那时候也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而今天对于武汉一大Pro来说 本赛季的第二场比赛 对然后MTC他们上一场对阵微博 就像刚才李久最后那个结尾说了嘛 就是刚才那一版虽然说是 微博3比1战胜了CNWE 但是比分不代表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上一版MTC他们打比赛微博 我倒觉得他们把自己能表现出来的东西 打得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他们的思路特别好 是 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MTC对抗路选手 阿怪的一个五边形战士的一个图片了 那沈老师觉得说 对于对抗路来说 这五个数据哪些比较重要呢 如果你是打坦边的话 那肯定是就参谈率嘛 参谈率比较重要 如果站边的话可能就是 那个场均收出 还有血下率什么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好像阿怪的一个数据 不会也只有一场比赛了 就是从上一场比赛来体现的话 因为现在样本也比较少嘛 是 对 它可能是一个坦边的思路 我觉得更多还是因为 我们后面这个迷途的一个表现 最近非常亮眼 尤其他在上一场 虽然对阵北京微博输了 但他那把公本五脏 给我的印象蛮深的 就是当你的队伍里面 有这么优秀的一名野核的时候 实际上站边的考虑的使用 就没有那么必要倾向 而是当我拿到一些非常优秀的体系的时候 像现在的一个关于凯 像现在的一个夏洛特加赵怀珍的组合 可能通 我拿到这些体系 你才会去用站边 而不是强行去给你拿一个站边 是 这点的话 我觉得深圳老师也挺有发言权的 就是当队伍当中 就像钟老师说的那样 有一个野核的一个存在 然后并且表现非常亮眼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作为一名对抗路的话 应该去在队伍当中 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呢 那肯定是就帮他前期肯定是拿一些比较强的嘛 他拿野核的话你肯定是要撑前期线前中期的强度嘛 让他野区不被入侵啊 保护他的发育 让他中后期能 前中期能快速发育 中后期就能发力嘛 你看不愧是表姐 跟暖阳也搭了这么久了 说起来是头头是道的 对 所以对于今天的MTZ来说 就是像刚刚钟老师分线那样 就要看一下他们上野的一个体系上的一个搭配去参考了 对 而武汉ESA Pro的话 两位怎么评价他们上一场的一个表现呢 就是前期 因为第一场比赛 实际上大家是刚刚训练赛转比赛 然后出现一些失误 我觉得是蛮正常的 但是我一直相信武汉ESA Pro 他们的一个调整能力 我觉得他们今天应该不会犯那么多错误了 那神任老师觉得这场比赛一个对抗的焦点应该在哪块呢 对抗焦点 我感觉在对抗路 他们对抗路基本上都是上野 他们肯定会在对抗路开节奏嘛 是的 你觉得对抗路开节奏可能会是今天我们去关注的一个焦点了 对 然后我想看的话是MTZ的一个风格的转变 因为他们上一场打北京微博就有点孤注一掷了 因为当时MTZ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可能在硬实力和经验上不如北京微博 他们两盘 前两盘 尤其前两盘特别明显 采用了两盘非常极端的阵容 第一盘选择了一个纯后期的阵容 选择了一个鲁门大师宝皇忠 然后第二盘又选了一个纯前期的阵容 就是我如果在一些方面在经验 或者说在手法上不如你 那我就靠阵容在某方面的极度的强势 想办法获取这场比赛胜利 然后我看看今天MTZ会不会把这个思路贯彻到他们的一个局内 是的让我们共同期待双方的精彩对决 把时间交给杰说喜 好的感谢评论系的三位 马上来到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我是丽灸 我是潇洒 两个为大家带来这场MTZ跟欢迎StarPro之间的对抗 其实上一场比赛跟这场有点像 就是纸面上看起来实力有差距 确实 但是CNWE带给我们足够强烈的冲击和惊喜 就看这场的MTZ MTZ跟CNWE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同 就是他们的首秀 对 MTZ是被零封了 而CNWE那个时候是3比1战胜了VG 所以一个是赢一个是输的状态 没错 这个对于MTZ来讲不太友好 MTZ有点像这赛季的上ADGM 哪里像呢 赛程像 先打了同组最强的两个队 其实这个赛程 你说对选手的心态有没有影响 有 多少都有点 你说我赢了比赛跟输了比赛 这个心情能一样吗 它能没区别吗 而且就是说你可能也知道 这两个队伍是一个同组的大哥 我输了其实还好 问题是人不可能完全没有感知 就是你连续的去打不赢比赛 对心态还是会有创伤 所以说今天的MTZ我倒觉得无论输赢 一定要把心态先摆正 对 你现在打的是同组里的大佬们 就先放平心态 再去打 然后现在看到的是770 就是5-1 Star Pro确实在这个赛季 有教练组的这个转变 对 但是本质上来讲 5-1 Star Pro 有着我认为在整个联盟里 最完整也最配合的赛裙体系 而且他们的这个教练组的人数 多呀 是真的多呀 可以做到1对1不到 甚至1对多 就是这个点是别的俱乐部做不到的 所以他们有这套成熟的赛季体系 我们并不怀疑他们的调整能力 不过你不可否认的是 以我们对他们如此高的标准 跟期待来讲 他们在上一场比赛 可能因为还没有完全进入比赛状态 确实有着比我们想象中 更多的一些波折和起伏 但我觉得 以斯大能不能让大家眼前一亮 就亮在了这个版本 大家都觉得四分钟之前 没有太好出节奏点的时候 以斯大会不会创造出一条路来 没错 就是你知道你最擅长的东西 现在被一定程度局限了 你是会另辟蹊径 还是会打破版本的限制 你觉得四分钟之前打不出优势 我非要打出优势给你看 是的 但是理论上来讲 顺应版本找到自己的路 才是最优解 进入比赛 蓝色方的MTG先搬掉不吃火舞 你自己把大桥办了 他觉得以斯大会放啊 那沈梦西要不要抢 还有梦西赵怀珍都放了 看看以斯大用什么去打赵怀珍 或者说要不要拆 朱多烦恼 沙拉特 来了 自己也配 眼熟啊 MTG再出个狂铁 MTG先出鲁班夫子 后边再补个狂铁是吧 哎呦 我又直接吹来狂铁吗 这么不犹豫的 张飞 那这把不是鲁班夫子的 斯大呢 阿古朵 直接不啰嗦了 阿古朵配 对 夏拉特 哇 你别说MTG啊 这个阵容别都没有说 前排质量是真高 就三前排了相当于 对 打到后边就是三前排 但是以斯大现在有个沈梦西加夏拉特 他们具备着直接打击后排的能力 越过你前排了 尤其是沈梦西的大招 但光这么两个人应该不够 打野卫是个阿古朵 花海这里没有前后排的能力 大家就看一针的射手了 大招 大前排快的 罗班七号 或者 富泽 富泽被搬了 对 鲁班大师直接被方向了翻位 敌人节 哎 其实加罗很好用 都是护盾 都是护盾 加罗确实不错 加罗嘎嘎好用 这把加罗有点太拖了 左边的阵容在前中期还挺强的 如果你四楼位置出加罗的话 左边可以补墙中路补个法刺 补个玩之类的 不是觉得如果不动的话 看能不能把射手位 放到五楼去做Counter Pick 可以 可以看一下对面的全部 把太乙扳掉了 不怕提速 我感觉就是有点防这手加罗 嗯 不能再出软斧了吧 还是来一手 他要出孙病的话也行 对 我也想到孙病 孙病配阿古朵 加上一个站边 因为这个站边不是马超 加罗直接出 这个点就放 这个可能是有点怕 MTG 所以以选代班直接跟你讲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加罗 如果出来的话 上半区必须要给足MTG压力 你看你一出加罗 对面就觉得你这阵容的前期的对抗 加罗这个点是没什么伤害的 看一次大前期的运营和布置 哦 他换了 其实我觉得网上挺好的 你做绝嘛 凡事要错就不做 要错就做绝嘛 就本着上一场 打微卜的时候 对啊 你这个王高军出来 其实跟阵容 你算不上适配 还是保了保了一下后期 这这这把我就跟猪鹏老师说那个完全不一样 我倒觉得还不如上那那样了 就你就做绝了去打 他怕五楼是个张良之类的 是吧 有可能 但是你这个选法整体有点 顿山平庸 我是感觉稍微显 越显平庸 如果左边是王 右边五楼是个顿山 那这玩挺难受的 哇 多破顿山的 对吧 但也没办法 你怎么选择应对方式 手好长啊 这个阵容 眼熟不 就把加罗换成鱼姬 对 就一样了呀 眼熟不 其实一样 就把加罗换成鱼姬 加罗有二技能的消耗 而且 有一说一哦 这把的加罗 一定程度上来讲 有点无敌的 我感觉 起来之后确实很无敌 你能不能起来 对 你要不前期压死 是的 MTG 因为他如果到后期 MTG这边切误牌能力有点差 他虽然前排多 但他真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切误牌英雄 最重要的是加罗手还几场 对 有两边不打架的情况下 加罗的普攻就 就是消耗 就狂铁这个英雄 你说他二闪都被你摸得到加罗 对 张飞要吼到加罗难度也比较大 赵槐真有一定切后牌能力 但并不是特别强 整体这个阵容 如果前期打不出优势 到后面的话 一争这个点可能是个无解的点 那你看久凡的召唤是自己的 晕血 对 他确实在二技能上去 垫一下开团 目前来讲这套阵容 确实要在下路压死加罗 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不如带个城 前期还能不能滚大一点优势 他觉得也需不好记 尤其是伊斯大这种 关键是你想 你带个城 你开不到还是开不到 那开得到的其实也不太需要 我感觉 也许有奇效吧 我们当时不是否定这个招玩士技能 但我感觉稍微显得有点 影响 我觉得其实带个成绩会更扎实一点 因为伊斯大这边 你有一点是没法改变的 你选手再强 智容再强 你是一个阿古朵 你如果双城去打阿古朵 不说别的 你后期聘龙你也是优势 对对对 这是一点 他可能更多的考虑 还是团战区多一些 是的 双方只有选择安比 教练握手 BGC 四季 这把伊斯大教练 伊斯大教练组拿出来 这套阵容是 和CNW 上场比赛 其中一局啊 就一个射手 为什么一样 估摸着 训练赛可能大家都在练 可能都有点类似的东西 这个不太可能说 我上一场看完 这场就摸出来了 没有这个道理 太夸张了 然后现在还有一点就是 难道狂铁是双开针的 固定搭配吗 不知道 但如果大家现在都开始 用这种方式去猜 他是觉得狂铁 在线上好打夏洛特一点 也许吧 相比较吕布这种 在线上吃亏啊 或坦边啊 但是我们这场 看阿怪在团战中的表现 因为说实话 在上一场比赛里看到 这个狂铁在整体团战后面 存在感太低了 就是残局可能强一点 但残局不是把把都有 对 好的 结果比赛 蓝色方MTG 黄色方武汉 Eastar Pro 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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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 要没了 对 两个法师 打这组小野很快 三个准射了 这组小野就是给法师抢的 夏洛 也吃到 哥亚过来压了一套 哪也敢上 反手点 他因为看到赵怀真来了 两个人配合没配合好 小九可能觉得迷途要上去打一套 迷途说路过 迷途说路过 小九闪现交出来了 夏洛 闪现翻滚给晕去 闪现拉开 距离 又跟上 非常熊吃冰冻了 三个雷 四个雷 闪现交出来 够了 也不亏 上罗 一换一 对 但是感觉Astar也不能算赚 大家都能接受吧 是的 主要是人头夏洛特这里拿了 但这样阿怪就不太好办 主要是多三万块钱 但阿怪等级高一点 两下这个盾完全没概念 这加罗这个点 我觉得二轮应该搬掉 张飞加狂铁拿到 你不搬这个加罗 是的 是有点顶不住 加罗这把笑出声了 就看他放出来能不能 在加罗没起来的时候 把加罗给扼杀住 这两个英雄完全靠护盾 哎呦 要死了 被死了 没盾 盾前面跳过了 给下流压力好大啊 Astar就是要保着这个加罗起来 如果被Astar这套阵容 在前期拿到优势 那你中期玩不了 二轮能再重 中期玩不了 对 你中期玩不了 后期没法满点 反正莫子沈梦希在中路 他帮边线建立的优势太大了 然后就看下路到底小九有多难过 就从一针的蓝条就能看出来 把蓝都打干了 一针交闪了 但是被赵海珍干了一波 迷途这里 其实迷途在 迷途跟阿怪这两个点 确实我们比较期待 在之前比赛中表现也很好 阿怪去年刚登场的时候 给人的表现也很惊艳 怎么样 吃一套伤害 拉开 反手一碰 不只要大 不只要大 大心脏 场地拿掉 上路在交锋 狂蝶确实不是很怕 沙特拿这个野怪别被动 坎然跟阿怪 数据参团率方面都蛮优秀的 现在在联盟的一线对抗路当中的 优秀参团率线大概在 85% 所以就上一个 现在肯定是有点虚高的 因为比赛打的少 再加上吃这个玩法 大家玩战边没有那么多 对 先看这波没闪的一张 应该是没了 这波这回找的好 是的 应该是反蹲 迷途在下边的草丛反蹲 知道你下路会压得很凶 没闪的只要吃到一波空就没了 王小军动住了阿古多 等球 忍球分过 还是被吼到 球球喊回来 再吃一套伤害 张飞一个墙砸 拿到这个人头 方提阿闪 阿闪拍了一下什么东西 但青雄闪现交得非常快 MTG没有被局面压倒 奋起反击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 从下路这个劣势点打回来了一点 是的 这就是加罗这个英雄 他的短板所在 没有一个英雄是完美的 没有闪现之后 确实线上的自保能力不够 这把也没有人也有宝 又是他 又是他 又来一张 感觉要没了呀 大招 还是死了 被点死了 感觉第一时间是被沉没了 我觉得一张也得稍微的 嘴巴得稍微谨慎一点 这他这把 因为他压得太狠 他习惯性的忘记了自己 这个是一个抗压者的身份 太凶了 对 本来这把应该是稳着法语的 因为前期发现一直压着打 压得有点顺手 太实看队友在旁边了 但是赵怀珍一控控俩 而且赵怀珍的控制跟这个 格亚的控制 跟你旁边有没有队友没关系 AOE控 对 那这包就黏着你 实现化 后面的话 小九想再跟输出的时候 紫阳的莫子后面给了一跑 打退了 射手为经济 差的还是有一点点 对 就是前面几波压出来的 跑中 其实是对的 我觉得这MPG你就得这么打 这个阵容强势期的时候你不打 找机会就要开一波 所以你等到什么时候 不能跟East 和平发育 对啊 可不可以发育到后面打不过 我这个看法 跑得有点好 三个接大招 张飞再一拍 还有冰冻完美combo 那后面的输出没了呀 被夏乐特拦截了 是的 坦然这波直接 我们先走 再跟个炸弹 二一再一弹 这一个二技能没有能够命中 跟了一炮二连击破 莫子收割 这波团看的人怪难受 整来MPG完美的控制链 是的 但是夏乐特冲进去之后 直接分割了战场 坦然一个人 把战场分割掉 让子羊还手两炮 就那波团战 其实是一波几乎完美团 是的 张飞的大招 借助了王昭军的冰冻 就差输出点 真的 就差一个哥亚的大 跟王昭军的大 这波打完之后 MTG的中一塔 反而是掉了 是的 上路有点危险 刚才那波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刚才那波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这波没打下来 伊斯达后面就很难再给机会 因为中一塔直接被打掉 你的视野越来越差 野区也很难守了 没错 而且你也不好再去抓这个 伊斯达的后排 杀他掉 伊斯达现在也是一样 对 对 对 尼斯达的后排 造成压制 一套肖文 直接打9级 打着位置 走不掉了 王剑被闪现躲开 一个雷炸完再跟一炮 接一个人 夏瑞特一技能直接带走 哟 这个伤害 夏瑞特再跟再逼一个闪 还要追 再年轻光帮就打完 坦然已经彻底疯狂了 这一波 追着砍了一路 追着狂铁打 打起了大团 是的 这个夏瑞特打出了凯爹的味道 持续输出了 这个就是背后有人 其实狂铁不是说不能还手 是不敢回头 他一还手就被包了 好 接黑沙爆弹 下路高地怎么守 难办 还有一波兵线 队友活了 好炮 哎哟哟哟 这消耗没了 狂铁刚出来 非常精准 紫阳的炮好准 沈福西跟雷也跟得很及时 是的 哎哟 赵怀针啊 这个是赵怀针啊 没了 因为现在一针装备也好 我发现了 大家现在研究打赵怀针的方式 就是远手 控制 我有带控 但是你赵怀针不是不怕 我是远程的控制 你又没办法反作用力到我身上 你不能看人就交大 对呀 我这种小技能 太痛了 沙勒特加罗 一波上来直接摁个小团面 那这轮番的掉点啊 感觉要杀死比赛了 永远凑不起 大闪捏住 两点逼出闪现 狂点进来完全是个玩具 在加罗面前 黑沙包团砸一下 后续赵怀针过来想摸人 太极拳手有点短 贴到脸上 有大刀被放出来 锋芒被落 这一波 Esta打出多少个人头啊 还有没有追 青柔有点上头 要持续一波呀 MTG凑不起人 这波打多少个头 不知道 打了好几波复活 我们就看左边 MTG的这个头像 交替复活 对 主要是赵怀针刚刚那波 是可以杀掉一个的 但可惜的是 Esta用伤害 听说你能吸收伤害 我就把伤害 灌到了溢出 你灌满 紫阳这个 虽然这个有点老话重谈 没意思 但说实话 虽然他是有走位的第一个FMVP 但他最早是个中路元首 是的 就是他这个 他这个莫子炮的准确率 我们先不谈 他每次开炮的这个时机 跟队友还恰巧能配合上去 对 让MTG非常难受 这可能也是Esta的执行力 就不是说去吹他们 就是他每次炮中了之后 Esta的伤害跟得太快了 对 你看现在这个时间 不到10分钟 经济差快1万了 对 你这种感觉 包括前面赵怀针的那个阵亡 还有前面 还有个是哪个影响 黄铁啊 刚出来还没放进 有种感觉就是一炮被打死 其实后面是跟伤害跟得太快了 这个是 在前面两比赛里我们没看到的 这两边 就一波 MTG本来一波要感觉打优的团 打猎了之后 掉了中国伊塔 就收不住了 其实这也带点没办法 如果中国那波团是MTG打赢了 最起码现在不会有这么大的经济差 可能就做不到什么狂铁下落 这个或者赵怀针被秒 现在主要是快一万的经济差 但这个版本很难见到 十分钟 双龙 一万经济差 其实不多见了 确实 这种情况这个莫子的炮 就太危险了 因为你每中一炮 后面就是一串伤害 张飞想绕个后啊 想绕后 搏一搏 就看这一波了 但是紫阳明显是感觉到了 好像不对 先探这边 说我来压你塔 你一个辅助我 都不站前面 这张飞藏得够深 这想输死一搏了 就拼了命也要给你开拨 那这个为止你想绕到后什么太远了 他在等对面压 等一大这里压高地 但我感觉他正面扛不住啊 正面可能要先掉了 你这个绕法你正面怎么办 他想的很好 但是正面确实扛不住 再来一个雷 炸没了 这个时候张飞姗姗来迟 又被莫子看到了 这张飞没作用了 他不是不愿意 他是没办法 他不绕远点会发现 压进来 莫子峰 密洛 加洛追着点 张飞姗完全扛不住 一套打成团面 11分30秒 这没办法 这种非常长的赵外珍 也没脾气啊 对 就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所谓太极四两拨千斤 不是说你有四两 你就拨得了千斤 你得先有千斤的力 你才能用四两去拨千斤 是的 这局就能看出来 当进行差拉到一万左右的时候 不能为力 拨不动 原来MTG这版 也有点其实 没有完全打出自己的东西 就中路那波崩得太厉害了 对 听听朱虹老师怎么评论吧 这一把其实在BP选出来之后的话 当时朱虹老师就大胆预测 说这一局会结束得很快 就跟我和沈恩老师说 确实如朱虹老师所预料的那样 对 不到12分钟 就是 上一把看完北京微博打MTG 是能意识到 实际上MTG目前来讲 它在有些 就是队员的手法上 是匹配不了这个 最顶级的这种强队的 像微博像伊斯塔 这样的最顶级的强队的 这把实际上就是那种 它又选了很前期的一个阵容 然后当你的阵容没有办法 你的选手的一些操作 没有办法匹配上的时候 你前期就会崩 然后前期崩了这种 超前期这种 竖得会非常快 客观来说的话 确实手法上 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 对 就把一个是上路那波 帮夏师傅拿到医血 然后下路是一针自己兑线 就打出优势了 虽然说中间有几波 是靠张飞的一个大 打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团战 但是当我们看到 一个成型的夏洛特 在那一波中右的草丛 切到后排的时候 这把就已经结束了 嗯 谁人怎么评价 坦然这一局的夏洛特 坦然这把夏洛特 就非常的舒服 就在边路 就带个线 然后打团的话 给对面 就找位置 给对面些微威胁嘛 他发育的是特别顺的 是吧 嗯 然后在下路的话 一针的加罗 配合上紫阳的墨子也是 从开局开始就把哥雅加 张飞的这个组合打爆了 对 因为WE那场 我还记得挺清楚的 他前面为了对抗那个狂铁 他让墨子一直上去 打那个狂铁跟夏师傅 但是这把前期帮这个夏师傅 建立取优势了之后 实际上夏师傅自己玩的 就很开心了 所以这把就会输得比较快吧 我觉得现在对于MTG来讲 更多的还是汲取一些经验 包括我们在这种逆境里面 也是看到了几波赵海珍找到机会 包括张飞的一个绕后开 但是整体的大局 却是两个队伍的 插 手法上的插距 对手法上包括整体的插距 是插得太多了 嗯 然后对于武汉夏拨来说的话 其实刚刚结束期 还点到紫阳嘛 紫阳确实也是从中路 转到了一个游走位置 然后他的墨子的一个实际放的 也是非常的精准的 对我感觉今天对于East Up Pro来讲 实际上跟北京 跟北京微博后面在整个三组的 这个目标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好好的整理自己的状态 然后在大节奏上 就是把每一波处理的 该处理的东西处理好 就明显能感觉到 那一波打连续掉点 没急着一波 就是想稳稳的 把这场比赛拿下去 找到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 嗯 我记得今天上场比赛 也是看到了夏洛特去打到狂铁 这样的一个阵容嘛 就在上一场 微博打WE的时候 对神人怎么评价这个队垒呢 这两个 因为你夏洛特的话 他感觉对线上面是有优势的 因为他能利用他的被动 然后打出来七星光芒斩嘛 然后狂铁这边的话 他可能续航 没有夏洛特那么好 一锤子买卖 嗯 嗯 而从跟打野的一个搭配的角度来讲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看到 像是阿古朵搭配到狂铁 或者说赵怀珍搭配到夏洛特嘛 嗯 你觉得应该怎么去搭配呢 我觉得夏洛特配赵怀珍肯定目前是最好嘛 就是夏洛特对抗的 嗯 是那本局的MVP那也是给到了武汉InstaPro的对抗路选手 坦然 夏洛特 对 自从第一波这个轻荣帮完上了之后 上路就彻底管不住了 是的 然后那一波中右的团战 中右一波 还有一波最下路就 连续下 对 狂铁那时候在带线嘛 然后夏洛特直接就 一直追着 他们队友那时候也到了 他就能直接一直追着打 对 他就一打三一打四进去都任何不虚的 是的 嗯 这波一起拿了之后直接建立优势 对 这波实际上是特别能体现出来夏洛特作用的一波 就是整个的先手开团做的相对来讲比较不错 但是夏洛特分割战场的能力非常强 这边五个人就是他一个人打 他还跑了 这就是为什么夏洛特和赵怀珍 现在作为一个固定组合他出场 会非常厉害 就是因为他团战阵型 夏洛特和赵怀珍都是可以保牌 同时可以切后牌的英雄 就这两个圈在团战里面一放 对面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站的 对 狂铁也确实没有办法了 对 然后这波的话 就拦不住了 夏洛特直接 墨子炮一个你跟就好了 对 就打的持续了点 对 我觉得包括嘴哥 他这局的加罗点得也很舒服 毕竟手长对吧 对面又是一个戈亚 对 我觉得嘴哥在这一局 其实打的应该还是很舒服的 是的 而且我们今天其实赛前有聊到 对于优传一下破坏说 好像已经很少就是看到 他们会去给嘴哥 选一个这样的英雄了 对 这种纯大赦的话 实际上选的相对来讲比较少 更多还是那种像敌人杰 放压一点 就是兼具前期的对抗等级 再有后期的保障的英雄 会选的更多一点 对 我好像听说就是加罗打格亚 好像是比较好打的 但是他是先出的 先出的 嗯 所以其实从武汉萨坡 今天的表现来说 因为我们赛前还有聊到一个话题 就是说相较于上一场比赛 两位给予的武汉萨坡 一个评价嘛 所以今天看了第一局之后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对于Isda来讲就是 手法上没有失误 节奏上是稳定了 我觉得就是OK的 然后对MTG来讲 我觉得就今天肯定是 就非常难战胜的一个对手了 而且我们看到他在BP上 有先天的一个短板 他在对这北京微博 和对这Isda的时候都选择了 自己把大桥搬掉 比如说这个体系 不是他们非常擅长的 那么今天更多的 还是去学习一些细节 然后感受一下在KPL比赛的感觉 嗯 那神仁老师觉得今天的 先聊一位武汉萨坡吧 觉得今天的武汉萨坡 表现怎么样呢 表现得非常好啊 因为他们中期是有一波 就加罗在下路 他们已经换线 已经换到那边 他们的发育路了嘛 然后他们对面蓝要刷新 然后Isda那边 他们也有蓝区嘛 但是他们选择不蓝 直接就反你蓝区 参与上塔嘛 对 那时候进攻特别猛 嗯 进攻也打得很猛 那面对这样一个 比较强大的对手 你觉得说MTG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 特别是在后续第二局第三局 因为其实第一局输得有点快嘛 嗯 可能心态上多多少 会受到一点波动 你觉得后续MTG 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嗯 我感觉他们可以选择 就要么就在野区 野区可以打一下 因为Isda他们基本上 好像是 进入你buff时间是必来的 是的 嗯 就是这个前瞻性的东西 你得先记在心里 然后提前去部署和一些策略的考虑 就还是说 这种做的极端点 我觉得在MTG这里面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建议是偏前期 而不是偏后期 因为你这把偏后期 感觉面对Isda 应该就没有什么游戏体验了 所以感觉还是要去做足前期对抗 然后在前期的对抗中 找差距去弥补去学习 嗯 好的 感谢官方鞋服合作伙伴Puma 轻力支持 出装标配 超神开黑 深爱为赢实战 秀不停 微信搜一搜 腾讯网卡 免费领取 赛事官方团战卡 更多福利等你来临 KPO春季在上海主场大屏 由周明科技提供 高清显示细腻转播 为您呈现王者时刻 就像刚刚钟老师给到的建议一样 可能今年这场比赛对MTG来说 尽量去选一些前期的阵容 前期就要对抗起来 然后拖到中期 说不定还有一线升级 如果说一开始就想着前期 去B站拖到后期的话 可能 在前期就会被 我还SAPRO打包了 是的 所以这样比赛整体 虽然说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 但我觉得更多 光脚不怕穿鞋子 还是说放开去作战吧 好的 让我们共同期待双方 第二局的对决上休息 马上回来